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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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我要用磨血來玩什麼流派呢? 宣猛斬嗎? 不行,太老了 陣火嗎?不行,會睡著 山打嗎?不行,塞劇王過了 對力量流派?不行,太貴了 我知道了 Corrotting Fever 大家好,我是小熱 今天要來介紹一個適合大後期刷網的流派 這個流派可以打過任何終局BOSS 就是衛士腐化槽龍捲射擊 這個流派的優點 第一個就是飛車,第二個就是他非常坦 透過磨血和戰亂珠寶以及傳奇裝備等 可以讓我們的承受傷害減低很多 同時也有著不俗的傷害 我甚至打一場賽勒斯都不需要兩分鐘 這是我在其他更高傷害的流派都做不到的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的輸出環境非常穩定 幾乎不會掉傷害 所以在資金充足的前提下 這是一個刷圖飛車 打王也絕對安穩的流派 那我們下面就來介紹這個流派的運作機制和裝備技能吧 首先是技能串連 那這個流派的運作機制就是我們把這個浮化槽的傷害撐到非常高 然後使用一個可以打怪很廣範圍的技能 去一直不斷的刷新這個浮化槽的持續時間 那我們龍捲射擊他是沒有傷害的 他的傷害主要來自於我們會疊這個浮化槽 所以完全就是靠這個浮化槽的傷害來 對怪物造成快速大量的DOT 主技能浮化槽每一個等級都很重要 所以可以的話一定要2120 然後串覺醒殘虐、極速苦痛、賦予、效能、活酸 那這邊有一個特點是因為我們串的活酸 我們的浮化槽放一次可能會需要1萬生命 那這時候呢我就在副手準備了一個浮化槽 開了之後再切回來 那這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點就是說呢 你副手的浮化槽他技能所在的插槽位置要跟主手一樣 才可以切回來的時候那個浮化槽不會斷掉 好比說你主手的浮化槽在第一個洞 你副手的浮化槽也要在第一個洞 有沒有一樣六連沒關係 光環的部分開了戰爭之旗 血肉骸骨 熔岩護盾是放在左鍵 純淨之節 驕傲、堅定、惡意 然後這一組是穿在我們的鍵帶上面的 待會我會講 龍捲射擊可以不用去升他的等級沒關係 只是剛好我想升而已 然後這邊穿一個一等的火栓 高潔多種投射 連鎖輔助 擊中生命回復 快速投射 然後這個連鎖可以換成覺醒連鎖 這樣你的刷怪會快一些 因為我那時候在做的時候 剛好做到最後沒有錢買 所以就先用一般的連鎖而已 然後這個你要看你要換覺醒高界的話也可以 但他優先度是最低的 那因為我比較不想要控管我的魔力的關係 所以我大部分的技能都有穿上火栓 那這邊有一個擊中盜獵者印記 然後還有烈焰衝刺 因為我們用魔血的關係 所以我們平常走路就很快了 這個只是拿來幫助我們穿透地形而已 接下來看裝備 那這把弓的話可以自己做 那因為自己做的話要骰那個 物理持續傷害的T數嘛 然後我是比較懶得骰啦 所以我就直接去買了一個做好的 動射的話還是需要稍微洗一下 再來是馬洛尼的機關 他可以觸發裡面的攻擊能 那我們在裡面放上一個狂怒 然後搭配癱瘓的話 就可以同時到達 拿到狂怒球還可以增加敵人的物理承受傷害 再來就是這個頭盔 這個頭盔可以給我們非常多的生存 還有它上面有寶石加2 可以讓我們的各個光環都可以提升更多 我是使用了90%保留加成的這個頭 然後再搭配迷光附魔 這裡我建議的附魔最好要是龍捲射擊 額外投射5的 只是因為我沒有跑到 所以我先用戰爭之旗 那如果你們覺得瓦的頭盔太難找的話 你們可以直接去附魔 光環減消耗就好 光環增加魔力保留的話 不要選堅定 因為堅定的話我們可以在天賦術上面拿到 再來是盔甲我們黏了額外詛咒 還有技能的非詛咒光環效果 那如果你有餘力的話 可以把這個非詛咒光環效果做到高尚的 其他詞最重要的大概只有血量而已 因為你可以看到我們的混抗是多了20% 所以這個抗性並不是非常重要 手套的話目前是攻速 物理磁吸傷害加成還有生命 那個命中值不重要 因為我們有點避重 所以好一點的話 你們可以再去找一個靈藥手套也很不錯 再來是鞋子 鞋子的話就是補一點屬性 然後生命跑速這樣 那基本上這個流拍是完全不需要抗性的 因為我們有魔血 魔血搭配這幾瓶藥劑的話 你是完全不需要任何抗性在裝備上面的 所以可以不用考慮到我鞋子上面的抗性 甚至你可以在鞋子上面撐一些法壓 如果盔甲比較幸運的話 也可以做個法壓出來 多少有一些減傷的作用 再來是護身符 護身符這個圖也很重要 因為我們剛剛開了很多50%光環嘛 所以我們會配置一個魅力在上面 那這個項鍊也是做得出來的 大家可以在網路上面找方法 戒指的話我會洗到混抗 還有最大生命 然後如果你真的運氣不錯 或是你真的很有錢的話 可以在這個愧疚之環的上墜 找擊中附加脆弱 這樣你這一顆就可以換成擊中猛攻 這樣是最好的配置 再來是珠寶的部分 珠寶的部分 我們就找雙持續傷害加成 然後生命 然後另外一條可以找攻速的 會蠻不錯的 或是痊癒物理傷害 都可以 那巨型珠寶的話就都一樣 我們選這三詞 中型的話就是這兩詞 可以拿到一些 除了物理傷害以外 還有攻擊速度 和每秒回復生命 還有混抗 幾乎每一詞給我們的幫助都很大 那中型的話上面是什麼 可以先不用管 就是下面的指位是你要的就好 那這邊比較特別是我們用到兩個 新語圖的珠寶 它會讓我們獲得這一點啟發 啟發就是說它會增加你的非詛咒光環效果 你們可能會看到有些人去圖 聖上限珠或者是其他的 但是我覺得這一切都沒有比這個啟發好 啟發它同時有增加我們的傷害 那還可以讓我們多放一個戰棋 我覺得可以說是最舒服的選項啦 戰爛珠寶的話我把它用神聖 骰到有這兩顆 這兩顆分別是物理傷害 然後另外一條是混沌抗性 因為我們的神聖血肉會讓我們50%元素傷害 視為混沌傷害 那這時候我們把混沌抗性撐到81% 就可以獲得額外的減傷 同時你打一些賽勒絲什麼的 也不用害怕 或是新聯盟機制的毒啊 都可以很安穩的去打 那三項的話使用惡意跟驕傲雙加成 那天賦方面呢如果大家在早期 因為我這隻已經98等了 如果你們前面等級還沒有那麼高的話 可以不要點上面這個 不要開上面這個星團珠寶 那不要開上面那個星團珠寶的話 我們可以來這邊開血量 然後可以點這邊 然後這邊可以開一個珠寶洞 然後你想要拿狂怒球耐力球都行 那後期天賦夠了再把這些洗掉了 來拿星團珠寶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傷害夠的話 那就可以不要拿上面那團星團珠寶 還有這邊的珠寶洞也可以補一下 這兩顆架起來也是有大概14%的血量 還蠻不錯的 這樣你的血量就可以有5000以上 那麼如果還想要再提升傷害的話 可以把這個攻換成有追翼加1 然後下面再自己去做 那這樣傷害就會蠻不錯的 然後花園附魔可以附個攻速這樣 打王跟打圖的速度都不低 所以我覺得算是我這一機贏 做出來非常滿意的流派吧 那如果你真的要說 練等要怎麼練的話呢 就是假如說你祭出就想要玩這個技能了 那可能要先用力量爆破 就是法杖搭配力量爆破來玩 缺點是雖然刷圖也很快 但是打王的傷害會非常的低 那雖然打王的速度非常低 但是你可以透過快速的刷圖來農到 裝備可以讓你比較早一點就能換到這把弓 這樣就可以在比較前期一點的時候 開始玩這一套裝備了 就看各位囉 謝謝大家我是小熱 我們下部影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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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門的時間 几乎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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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